今天星期的新闻当然是以 傅士康员工跳楼自杀最为触目的 事实上在看这宗新闻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大家都觉得心情非常沉重 满脑子都是充满着疑团 究竟有什么是比生命更加重要呢? 究竟有什么令到这帮年轻人 竟然愿意放弃他青春梦发的生命呢? 这两天的新闻已经报道了 也有些评论说 当中可能涉及到工厂的管理文化问题 有所谓血汗工厂 军事管理 或者一些加班的问题 非常之严重 也已经有评论说到 这也涉及到中国政府的两岸政策 因为他们为了吸引台资在国内设厂 所以给了他们很多特殊的优惠 当中其中一个特殊的优惠 就是让他们可以大幅增加加班的时数 这件事也令到大家觉得八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政府 竟然可以是为了要吸引资金 而致自己的工人 自己的人民的福祉于不顾呢? 事实上这个富士康的问题之后 也开始有其他的新闻 都涉及到台资的工厂 譬如今日的新闻当中有一单 就说一家台资的工厂 也涉及到制造一些iPhone的配件 当中有40多名员工集体中毒 这件事也可能已经有研究 涉及到台资工厂在国内的各种优惠 或者当地政府对员工不仁道的对待 一只眼开一只眼闭 之后也有更多的有关中国的勞资糾纷问题 例如本田车厂当中有一大群工人 是为了要求增加薪酬 所以就集体罢工 我们可以预见这种在中国里面的勞资糾纷 将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其实当中涉及到中国的所谓经济结构 出现了一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 中国可以说在GDP的增长 傲视全球 唯一一个地方 竟然仍然有一个非常高的增长 但是温总的所谓补白 不单止成功 而且是超标原性 这些高的GDP的增长之下 也会带来房价和物价的攀升 但是究竟GDP的增长 能不能够位及中国的大部分人民呢? 大家都清楚看到 中国的贫富懸殊 是非常之严重的 即是说GDP的增长 是令到富人所获得的部分 是很大 但是很大部分的贫富者 并没有获得利益 甚至他们的人工 也没有按照物价和房价的增长 而获得相应的提升 所以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之下 仍然有很大帮中国人 是活在一个更加贫穷的状态之下 当中涉及到一些農民工 他们离乡别井 希望可以过到一些较好的生活 但是他们的薪酬仍然是 在保留一些非常低的状态之下 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大幅的经济 都不能普遍围及自己的人民呢? 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的问题 也是一个老新常谈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官员与商界 大家勾结的情况之下 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所以这件事情 也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看在眼里 内心里是一种屈结 总是看不到自己 终有一天会出头的一天 因为他们没有那个渠道 也没有那个关系 看到自己好像前景里 都是一世处于一个 这么贫穷的状态之下 就产生了一种消极的情绪 刚才提到 就是说一个这样的问题 其实到最终是涉及到一个政治的问题 事实上在五区公投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觉有很多没有出来投票的人 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 他们觉得政治的东西 小碰为妙 最重要是搞定民生 但其实什么是政治呢? 很多说出这句话的人 其实很多都是在所谓的 既得利益当中 就是说他们多数在这个社会当中 已经在经济的领域当中 是获取到一个不错的地位 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看一看的时候 民生和政治根本是一个非常大的挂钩 就好像国内有一个叫做情益中的媒体人 他在他的微博曾经这么说 他说 你可以不关心政治 但政治肯定关心你 从你未生到你已死 你有没有资格到世上 那是最根本的政治 未经一止许可 你父亲的精子 就不可以 会见你母亲的卵子 你打的疫苗 喝的奶粉 你读的学校 干的工作 你住那里 你吃了吗? 无不取决于政治 你死后 被殡仪馆狠狠宰上一刀 狠不体面 这是终极的政治 很多人都看不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种种都涉及到我们的政治制度 所以我们可以预计 中国的劳资糾纷的问题 将会越来越严重 也会越来越频繁 因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根本是追不上经济的发展 当我们说 最重要是搞掉民生 我们不要忘记 终极这是一个政治问题